嗨,大家好,我是鞋底 我说我在这个魁北克率先进入这个老年生活 我每天呢,睡差不多12个小时 然后等到下午了,现在1点多钟以后了 再出门,下溜达,溜达,溜达,找点吃的 就回去继续玩电脑,每天的这个生活 因为我说确实是没事干啊 这城市就这么大呀,就每天就下溜达,下溜达 可能啊,要等到去温哥华了就好一点 那边的话景色好,还可以出海钓鱼 体会到那句好山好水好无聊啊 从这个山坡走路到那上面的山坡去看一下 这也怪我自己啊,这个行程规划的有点失误了 居然在这个魁北克,还停留这么多天 看一下爬到这山头上是有啥 哎呀,好,这就算是一个,一个近路啊,是不是 在这望上一会风景啊,过后我还是去找个超市 买上点水果吃 这劳伦斯河我都看了好几天了 要是在这个东南亚哦,这个地方的话 还能租个摩托车是吧 每次看,骑个摩托车到处留就好了 这边好像也没这个业务啊,这个 其实啊,之所以感觉无聊呢,可能是因为自己没钱呢 你要说我都住在对面的西尔顿了是吧 那可能就好玩了 这边啊,就是魁北克省的地会大厦啊 魁北克省啊,就是加拿大的一个法语省 人口有个八九百万人,百分之八十都是法国裔啊 就说法语的区域啊 听说历史上啊,也有不少次,魁北克省都想独立呢 这有点意思了,过去这么多年了,这样 这是魁北克的旗帜啊 这是一个无聊视频里最有价值的一段了 就是讲了一下魁北克省的议会大楼 这个城市确实是很干净啊 其实绿化做得非常好 看一下这个议会大楼的门 西方建筑啊,是一个特色 就是把这个名人先写 那种思想家呀,文学家呀 反正是对历史可能有贡献的人 各种雕像就立起来 真的,你要是到了这个加拿大来旅游啊 就不能着急啊 因为它这边真的就这个节奏啊 就是看看公园啊 逛逛建筑啊 这是议会大厦门前的这个喷泉啊 我都来过好几次了 嘿嘿嘿,走着呢 发现一个小家伙,哇 这个家伙胆子好大呀 就这样直接过马路了 横窜马路,你看看 成功了还 厉害厉害 我还是去超市搞点水果吃 就这一家 第一天啊,就在这买过菜 今天过来想买点水果和白菜什么的 这一包两块八 这个小青菜 是曾太娘的金贵呀 也得吃啊这个 哎,总算都发现了这个面条了 乔麦面 这个面条 我有鸡蛋吗 有培根 再买个西红柿 这个是五块四毛八一公斤 将近三十块钱一公斤 要人民币了 哇塞 这不会是最少拿四个吧 12块钱一公斤大蒜 这也算你很 拿一头就行了 这个应该没几个钱 这个荔枝啊 这太贵了 差不多一百多一公斤啊 人民币啊 这个杏子也贵啊 六七十一公斤 桃子还可以 三十多一公斤 我来想一斤桃子可以 这个杏子也贵啊 这个杏子也贵啊 这种切好的 看这菠萝 二十块八百八还可以啊 还有什么 这是蜜瓜吧 两块五 反正都两块多 来吃菠萝吧 基本上采购了 就这么多 准备去结账 它这边也是禁止使用塑料袋啊 用的纸袋子 二十二块钱 这水设计的也没有一个提手 OK 那回去了 我就住在这家青年旅社 在这要住四天的 啊 厘坏了 我就想赶紧的尝一下 那个桃子 白天啊 这边人少一点 晚上的去安市人 我把东西呢 就放到厨房 这边有冰柜 我的东西啊 都放在这儿了 首先啊 要贴个标签啊 房间号 名字 什么的 贴到这上面 再放进去 这家情侣啊 好几层呢 出山林寺 好几层呢 没有人气 只有到了我每天最享受的时间了 就在这儿工作 吃水果 凉的啊 哇 味道啊 嗯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 咋不哭 因为我这个环球旅行啊 可能是属于大长途 时间比较久啊 有的时候确实是得把节奏方慢一点 整理一下 然后最近空闲了 我就在 可以看看动漫啊 连续剧啊 电影啊 什么的 跟朋友聊聊天 因为我这个 最近的休息好 我27号飞回这个 多伦多 28号又紧接着 飞温哥华 因为我30号不是 要去那个 英国那个领事馆录指纹吗 为了这个英国签证 一步一步的接着往前走 好了 这视频都是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 玩具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都要是人可以啊